各位好 领略古琴 我是安宝燕 您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有一回叫做 《季贤琴,淑女解行书》 就说这个黛玉啊 她在房里面看古琴谱 就是宝玉来找她 一看这书 全是古怪的符号 说妹妹你最近越发的长进来了 看起添书来了 黛玉说 你是个念书人啊 怎么连琴谱也没有看过 然后给宝玉讲了一大套古琴的知识 好多人看了这段呢 就留下一个印象 古琴谱是天书 咱们来看一看 古代的琴谱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部清朝琴谱里的流水 首先是取名流水 一共有九段 然后后面的王位有一段文字 说明琴曲的来历 或者他描绘的是什么样的意境 什么典故 接下来呢 这一段一个字也看不懂了 其实呢 它是很容易认的 我们拿一个入门的小曲 仙光操来做例子 古代的琴谱呢 是竖着弦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人们开始把琴谱横着弦 就更容易认了 第一个字 这个古怪的符号 它叫做散挑七 什么意思 左手不按弦 只用右手弹弦 这个叫做散音 挑这个指法是这样的 大指浮在食指低节的侧面 然后轻轻一推 指微微的动作一下 食指的指甲碰到了琴弦 这个手法叫做挑 琴弦呢 有七根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最细的是七弦 所以散挑七的意思就是 左手不按弦 右手用挑这个指法 挑七弦 就这个意思 那么散挑七这个符号 是怎么组成的呢 散呢 散这个字 它的左上角是个草子头 然后取了挑中间这一笔 竖弯钩 把七弦 这个七放在中间 所以你看得出来 简字谱 就是把这几个字简化了 然后再组成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 叫做大九勾四 就是说 左手的大指按弦 按在什么地方 九灰 咱们之前说了 前面这个点点叫做灰 从这边 一二三四 这个是九 所以是 大指 按在九灰 什么位置呢 四弦 一二三四弦 大九勾四的意思说 勾 就是这样一个指法 中指 往自己的后下方勾 所以这一声 就叫做 大九勾四 您看前面这两个音是 散挑七 大九勾四 然后是散挑六 大九勾三 再回来 散挑七 大九勾四 是很好认的 那么下一句 就是著名的 走手音 你看他写的是 大九勾四之后 还写了一个 上七六 上七 什么意思 这也说的是因为 这里是九 那七六在哪里呢 七六就是七点六的意思 这个是七 七点六在这 然后再上七 就是到这 您听这一声 那我连起来弹 这就是最简单的小曲 先锋操的前面两句 所以有人问我说 我想学古琴 可是我不懂乐理怎么办 我说你懂了更好 不懂也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您发现没有 这个简字谱 它其实是个执法谱 它把左手在哪根弦 哪个音位 右手用什么执法 是挑是勾 它写的清清楚楚 我们照谱字谈就行了 还有人问说 那我们不用简字谱 这么古老的东西 我们用简谱 或者五线谱行不行 不行的 因为你看先锋操 这第一句 啦啦啦啦 嗖嗖啦啦 这里是啦 这里是啦 这里也是啦 这里还是 所以好几个地方都是啦 它是同样的音高 不同的音色 所以如果你说 拉拉我都不知道 是摁在这儿 还是这里 还是这里 所以一定要有执法 那么简字谱呢 大概是唐朝时候形成的 用了一千年 大家觉得它好用 还是在用它 那么简字谱是唐朝发明的 在这个唐朝之前 我们如何记谱呢 非常麻烦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 唐朝之前的谱子 叫做结石调幽兰 您看啊 它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 很复杂 它写了将近二十个字 它说 写我中指 十上半寸许 按商 什么意思 中指 斜着 十上 这是刚才说 这是九辉吧 这是十辉 十上半寸许 按商 第二根弦 然后呢 十指中指 双千公商 喊出来是这样 它写了二十个字 也就相当于简字谱里面的一个字 所以我们就发现 简字谱这个东西 真是个巨大的进步 那有朋友可能还会问别的问题啊 比如说 这个简字谱 我们看这里面说的都是直法 也就是说 左手在哪个音位 右手呢 是怎么动 那么它有没有标节奏呢 其实节奏只能标出一个大概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几个人拿到同样一个谱子 弹出来不一样 节奏不同 有些处理也不同 还有这种情况 一个曲子呀 在琴谱里面有记载 但是没有人会弹 这怎么办呢 好 这就需要高手 把它弹出来反复调整 然后确定下来 它的节奏 同时给它配上简谱和五线谱 那么别的人在学的时候就容易了 这个过程呢 叫做打谱 比如说啊 像著名的广陵散 这种古老的曲子 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它在汉朝啊 甚至之前就出现了 历代流传 但是到了清朝呢 琴谱里面没有人会弹 所以就需要打谱 让广陵散重现人间 好了 我们下次就重点说一说广陵散的故事 谢谢